陶乐乐进了房间反锁上房门之后 程席之并没马上离开 只是斜以着墙壁抽起了香烟来 她的脑海当中反反复复地浮现的 都是刚才小女人在她怀里轻颤地动人样子 她的小陶陶啊 真是越看越让人觉得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忽然有一种 现在这种状态真的非常幸福的感觉 而且只要一想到那般可爱 又令她心情愉悦的陶乐乐 她就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真的恨不得天天都把她粘在一块 如是这么想着 男人的身体又起了一层躁热 可惜啊 可惜陶陶这个逗逼现在仿我仿得跟狼似的 如是想着 她站黑的眸底下意识地 就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 刚才听到陶乐乐把房门反锁的声音时 她真是没能忍住地在心底呵呵了好几下 这个小逗逼 她以为她真的能防得着我吗 她要是真的可以 那我还叫程细致吗 想想也真是太可爱了 这女人 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 往日里抽烟多多少少都掺杂了很多负面情绪 可是今天却完全不一样 此时此刻尤为不同 她就那么斜站在那儿 眼角眉梢处都是笑意 而那笑意里头 有一个成熟男人专有的魅力 也有一个成熟男人 想起心爱女人时专有的宠溺感 嘴角亲着一抹闷骚的笑容 迈向了楼梯的方向 想着等一下自己有福利可以看了 那真是迫不及待的 二楼的书房里 老狐狸承袭之长腿交叠地坐在大班椅上 电脑监控屏幕上 清清楚楚地回放着刚才逃乐了进房间之后的一举一动 原本被陷在自己聪明才智里 又想着有大好福利的老狐狸看到屏幕上的画面时 一张俊脸顿时黑成了锅底 什么 陶乐乐居然穿着衣服睡觉了 谁能够告诉她 为什么陶乐乐会穿着衣服睡觉 她说好的福利呢 为什么都没有呢 为什么陶乐乐睡觉前不换她准备好的性感睡衣呢 为什么陶乐乐一洗漱完之后就把灯全都给关了 然后还让自己什么都瞧不见呢 如此也就算了吧 她那逗逼竟然还将房间里的脚脚落落都扫拭了一遍 她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她到底是在找什么 老男人真是气得想直接先捉 为什么没人来告诉她一声逃乐的在房他这件事情上 一下子变得这么聪明了 她在想着 既然女人如此不想睡觉 那自己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短信陪她聊聊天呢 她还在思考着 桌上的手机忽然嗡嗡地震动了起来 张其枝 怎么样 有没有得逞 这个鬼丫头 你觉得呢 我觉得呀 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啊 要是有的话 你还能接我的电话 还能如此心平气和地跟我说话 早就把我臭骂一顿了好吧 你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那是当然了 没有自知之明的话 怎么可能敢在这个点给你打电话 程其枝 你老实交代 你现在是不是急得像恶狼一样 有见过这么说自家哥哥的亲妹子吗 程悄悄如果此刻就在自己面前 程其枝想 她完全不介意一脚给她踹过去 把她踹飞了 程其枝 我为了你后半生的幸福 可算是把人品都搭进去了 你可得保证把她拿下 成为我正儿八经的嫂子 不然的话 我这辈子在她面前 算是愧疚死了 她现在心里 也一定是挠死我了 什么叫正儿八经的嫂子啊 难道以前那次不算吗 呵呵 以前那些算个屁啊 你成天在人家面前 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连个婚礼都没有给人家 想想我都替你觉得臊得慌 你这次还想像以前那样 我跟你说啊 程其枝 你要是还存了以前那样想法的话 我劝你趁早离她远一点 不 就算是你不离她远一点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她再弄回来 太没平了好吗 这一次我不会再委屈她的 我会给她 我能给她的所有的最好的 哼 这还差不多 女人这种生物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她说不要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 说不在乎的时候 可能就是在乎 说不想搞什么形式 其实心里哪有不期待的 不期待一场婚礼 不期待一件婚纱 不期待一个钻戒的话 她就不是个女人了 我想不用我提醒你 你也知道 她在和康言伟的婚礼上 有多开心了吧 你们女孩子都喜欢 和男朋友发短信聊天吗 当然喜欢了 这是一种很好的 递进彼此感情交流的方式 好不好 那一般 你们都会发什么 或者说 一般女孩子说的什么样的内容 会觉得很开心呢 我 要不要我直接 编写一本教材给你 教你怎么追击啊 就发你心里想说的就行啊 叫最简单粗暴的那种 心里说想她了 就写想她了 别搞冷的跟什么似的 现在流行暖呢 懂了吗 桃子吧 是那种心肠很热乎 思想很善良的女生 可能太过直接的那种方式 她会觉得招架不住 但像你以前那种冷漠的 我觉得她应该也不太喜欢 所以程希致 你得试着改变一下你自己了 至少心里有什么事 有什么想法 要学着和她分享着来 嗯 就比如在康炎伟和林月牙这件事情上 我就觉得你处理的特别好 虽然我也觉得 说是直接告诉康炎伟 然后去她家 把桃子给抢回来比较酷一点 也比较符合你的形象和气质一点 但是那种做法 未免也太没有人情味了 也容易引起桃子的反感 你看你像现在这样 把什么事情先说给她听 让她有一个接受的心理过程 然后再想办法 去找可能更好一点的解决方式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的啊 也觉得这种做法特别的成熟 不然你说 万一人家林月牙那边 要是真跟那代家长子有什么感情 或者是我们外人不知的内情 到时候 不是回了两个家庭了吗 所以我一定要为你这一次的电话打电话 然后再给你点一万个赞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挂了 我看她睡不着 所以要给她发短信息聊聊 嗯 我靠 程席之 你怎么还是那么禽兽啊 你是不是又在她房间里装天空了 你真是太太太下流了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好歹你也是 程翘翘后面还想说一大堆的话 不过程席之并没给她这机会 她非常痛快地就把电话给掐断了 而另一头 房间里的陶乐乐正抱着手机翻棉花糖的照片 翻得起劲呢 忽然传来了一阵短信的提示音 她以为这个点给她发短信的会是康颜伟 没想到打开来 却是程席之 睡了吗 陶乐乐对着屏幕上的那三个字蒙蔽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然后又看了看那一串的号码 她愣神了一下 因为在记忆里头 程席之这个人好像是不会发短信的吧 她仿佛也曾听说过那么一两次 说什么程席之先发短信太麻烦 有什么事情就直接了当当面说 或者打电话说 她想了想 觉得应该是自己记忆出现了问题吧 或者是这条短信 程席之是不是发错人了 所以她直接选择了无视 她又重新打开相册 但是还没翻出棉花糖的照片来 又有一条短信发来了 没睡吗 你是 本来看到陶乐乐回短信还挺开心的 结果却在看到她发的内容时 直接就黑下脸颊 你男人 本想直接把这样的一句短信发过去 因为程翘翘刚才都说了嘛 就要简单又粗暴 可是想了想 还是觉得很不合适 发短信呢 这可是开发了她人生当中的 第一项新技能哦 她握着手机 长长的手指在干净的书面上 敲打了好一会儿之后 才回了一个字给她 而当陶乐乐看到自己 收件箱里的那个书说的书字时 真的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书 真好意思用这样的称呼 多么熟悉的一个字啊 曾经的陶乐乐就是这么称呼她为书的 每一次这么叫她的时候 都拼命地掩饰着自己的身情 自以为自己隐藏得真的很好 却不曾想一切答案都从眼睛里头跑了出来 她的戏纸落在屏幕上的那个书字上 她想如果短信是有声的 那么这个字被念出来时还会有感情吗 她是真的没想到啊 程席之竟然会主动发短信给她 她叹了口气 反正睡也睡不着 最后索性直接从床上爬起来 卧室的阳台就如在西山别墅那儿的时候一样 也放了两个躺椅 她拿着一条毯子走了过去 缓缓地躺在上头 窗外的夜色真的很好 天上的星星很亮 月亮也非常的皎洁 房舍附近又是安安静静的 她想如果这次是来旅游的话 倒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舒舒服服又干干净净的 只是线下 她的心里存了那么多的事情 哪里有心情去欣赏这些呢 此刻的她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是林月牙那张呆呆萌萌的小脸蛋 叮咚 手机在这时又响了一声 她在心里头翻了一个白眼吐槽道 这个人还真是没完没了 翻出来一看 又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没事的话 我们聊聊 陶乐乐实在想不出来 跟她有什么好聊的 但是为了不让这男人再发短信过来骚扰她的亲近 她想了想 直接就回了一句 睡了 明天早上想吃什么 这回陶乐乐消息倒是回得挺快的 随便 两个探号足以说明她现在到底有多么的烦淡 可是诚习之却觉得这样的陶乐乐真是超级可爱呢 其实她也真的不是那么闲的 把集团那么一大摊子事情撩下来来追她 心理压力肯定是有的 男人如是想着 赶紧关闭了监控屏幕 然后又打开了另外的一台电脑 准备开始远程处理周浩发给她的紧急文件了 而打开邮箱的那一秒她又想起什么似的拿起手机 手指很快的在键盘上敲下了一行字来 她烦倒的打开看了一眼 惊得差一点把手机都给摔了 那死男人发过来的话竟然是 睡不着 所以我想一直抱着你睡 还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几个字呢 可是陶乐乐就是看出了那字里横间的撒娇意味 陶乐乐气得赶紧闭上眼睛 她暗示自己不要生气 不要和承袭这一般见识 为了防止她再发什么乱七八糟的短信过来 所以陶乐乐直接就把手机给关机了 陶乐乐一直在躺椅上 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 才渐渐地有了一些睡意 她躺回床上 没几秒钟之后就睡着了 朦朦胧胧之间 感觉好像有人在叫她 那声音空洞又凄厉 带了无尽的哀愁和恨意 她颤着长长的睫毛 睁开了自己的双眸 恶然发现 站在她床头的 竟然是一身白衣 浑身是鲜血的林月牙 然后她就看到林月牙伸出了一只血淋淋的手臂 朝着她的脖颈掐了过来 她愤怒地看着陶乐乐 一双眼睛里头满是恨意 她咬着牙 一声声地质问她 为什么要瞧我的男人 为什么要瞧我的孩子 为什么知道了真相 还要霸展着原本属于我的位子 陶乐乐 你该死 你真的是该死 你把我的男人还给我 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而空荡荡的陌生的房间里 不停地回荡着她这鬼魅一样的抠诉声 陶乐乐极度不安地摇着头 她想醒过来 却感觉自己身上被很多大石头压住一样 她鬼压床了吗 自己想要挣脱那些石头坐起身来 可是身上却软绵绵地使不出一点劲来 最后她集中了全身力气 使劲地大喊了一声 然后她猛地就从床上坐了起来 晨光洒满了一地 照得卧室的脚脚落落里都是亮亮堂堂的 她喘着粗气 打量了一下四下的房间 又低头看了看身上还穿得好好的衣服 这才缓缓地大松了一口气来 原来又做噩梦了 天已经大亮了 自己的头上也是一片诗意 陶乐乐正想抬手擦一擦 而门外就传来了一阵焦急的敲门声 承袭之的声音也跟着紧张起来 陶乐乐 陶乐乐 陶陶 陶陶 我没事 陶乐乐知道 你男人的性格假如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话 她一定会不放心地站在门边一直站着 她想了想 又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衣服之后 这才下床打开了门 怎么样 刚才是怎么了 其实经过了这几秒的缓冲 陶乐乐已经没那么怕了 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 在看到这么温柔的承袭之时 她莫名觉得很委屈 眼圈一下子红了起来 她咬着双唇看向她 而当她看到男人眼里的紧张时 眼泪就那么不受控制地跑了出来 怎么了 你别哭了 是不是住在这间房子里有一点害怕呀 最后没办法之下 承袭之只得一把把她揽在了怀里头 宽厚的手掌不停地磨缩着她那鲜弱的后背 想要以此给她一些力量 而这一刻 陶乐乐并不排斥她这样的亲密 相反 她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安慰 因为梦里的林月牙实在是太可怕了 可是陶乐乐也一下子认为 自己就是夺了别人所爱的那种坏女人 再想想棉花糖 心里就更痛得厉害 她委屈地抽泣一阵 我 我刚刚梦到林月牙了 然后呢 她 她好可怕 她要掐死我 她还说我抢了她的男人 还抢了她的孩子 她说我会有报应的 我 不知道为什么会梦到她 也不明白梦里她为什么会那样跟我说话 你说 这是不是说明 她其实心里是怨我的 她怨我嫁给康炎伟 害她错过了嫁给康炎伟的机会 然后 然后她又觉得是我毁了她的幸福 可是 可是我当时真的不知情啊 如果我知道 我知道她会对康炎伟有情的话 或者有一天 她想要我 要回她的女儿 我一定一定不会嫁给康炎伟的 我 还有棉花糖 棉花糖 棉花糖 那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把她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来疼的 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觉得 她是上天送我的礼物 所以我 我 乖 别哭了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 你没错 即使到了现在你也没错 我知道你心里在纠结什么 你怕林月牙也像你现在一样 喜欢这种平静的生活 你害怕康炎伟知道了所有的真相之后 会伤害林月牙 你更怕依孙敏的性格 如果知道了棉花糖不是你亲生的 会翻脸把你赶出康家不说 还会这一辈子都不让你再见棉花糖了 对吧 她说的正是逃了了心里所担忧的 逃了了收住眼泪 想要从她怀里起身 问一问男人的意见 却听得男人低沉的声音 再一次在她头顶响起 你不要怕这些 我也不会让你担心的事情发生的 以后不管林月牙认不认回棉花糖 也不管孙敏知道真相以后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见不到棉花糖的 涛涛 相信我 陶乐的心里一下子安定了不少 不可否认 男人的每字每句语都说到她的心坎里去了 而且她也相信 以她的能力 她绝对可以说到做到 只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两个人以后 又要纠缠不清了 你还记得当初离婚时 你在那份人事合同的空白处 留给我的那首小诗吗 现在 我也把那首诗送给你听 她顿了顿 缓缓地松开她一些 这是我的心 奇迹般万物生长 后来你来这里走了一遭 这里荒芜村草不生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空翱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永远等着你 我亲爱的涛涛 我永远等你 等你重新爱我 等你重新回来 涛乐乐是真没想到 男人居然还会记得那首诗 更不曾想过 她居然读懂了那首诗里的含义 涛乐乐撑大双眸 看着承袭之 一副不敢置心的样子 你知道吗 你留给我的东西 我都有看 那条围巾我也留着 虽然我从来没戴过 但是它一直温暖我 我很喜欢 也想拥有的更多 涛涛 我们因为贺文艺 已经错过了三年了 我已经三十四岁了 其实我的人生 都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 我想告诉你 我爱你 很早之前 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你不开心的那些日子里 我也真的很难受 不过何文艺 当时是我的责任呢 如果我当初只顾 自己的幸福 对她不管不问的话 那我一辈子都会活在自责里 她所有的苦难 都是因我而起的 我不能做一个 不负责任的人 更不能只管 享受自己的人生 而忽略了她的感受 对 过去我伤害了你 也是因为我的缘故 让你失去了重要的外婆 还有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向你忍错 涛涛 你现在养了棉花糖 相信不用我说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体会到了 人生苦短 这四个字的含义 你知道以我的主事风格 完全可以将我查到的那些 直接交给孙敏或者康炎伟 可是我现在不敢那么做了 涛涛 我不想再伤害你了 我只想我们之间 能够简单一点 纯粹一点 我不想在我的余生里没有你 我也想就算我会比你先老 我也一定要走在你的后面 所以涛涛涛 你还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照顾你 让我成为你的依靠吗 挺好的气氛 伴随着女人的沉默 一点点的冷气下来 承袭就明白 涛涛涛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眼中有着明显的失望 但是并没有过多的表现出来 先去把联系了 然后换身衣服 等会儿我带你出去逛逛 涛涛看着男人 然后张了张嘴 她想说点什么 最终还是放弃了 然后她很听话地去了浴室 洗了一把脸 一场噩梦似的 涛涛涛出了一身的冷汗 身上的衣服都开始浸湿了 她想了想 还是决定去冲一个澡 收拾好一切出来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是半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涛涛涛从卧室里出来 本来是想直接去餐厅的 可是目光却被站在落地窗前 抽烟的成席之吸引了 男人似乎是在发呆 心事重重的样子 又似乎什么都没想 只是很寻常地站在那儿 看着风景 涛涛涛真的已经很久 没见过她这副样子了 她真的不明白 所有问题和麻烦 不都已经解决了吗 为什么男人看起来 还是压力很大很累的样子呢 难道 难道是因为我吗 动静并不是很大 但却惊醒了正在若有所思 看着窗外的男人 她缓缓地回过头来 看到女孩的装扮时 毛底明显生腾起了一抹字的惊艳 其实也算是非常平常的打扮吧 因为现在的涛涛涛几乎都这么穿 可是男人就觉得 涛涛涛穿得格外的好看 她的皮肤白皙细嫩 小时候学过舞蹈的缘故吧 站在那儿总有一股别样的气质 一双长腿笔直 就连露出的脚踝都如此好看 嫩生生的小脸袋上 还带着些刚刚洗过澡的飞红 整个人娇艳欲滴的样子 尤其是她那红红的小鹰唇 真是让人看着就异想飞飞 男人的活节滚了滚 雌性的嗓音里 带着一丝阴雅 过来吃饭吧 你做的 在美国好几年 手艺还不错 涛涛涛浅笑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拿起一块来尝了尝 很快她就赞赏地冲她笑了笑 如果真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的话 我一定能泡成猪 你不会的 因为你实在是太瘦了 有吗 有 你跟程翘翘一样 都是属于那种吃不胖的 程翘翘 翘翘她也是听了我的命令 你要气的话就干脆气我吧 瞧瞧那护昧狂魔的架势 我有说什么吗 我明明就什么都没有说好吧 我有什么好生气啊 你们都姓程 她肯定是站在你那边的呀 还说自己不生气 女人真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她一共也就卖了你两次吧 什么叫也就卖了两次 不然你们还想怎么样啊 啊 你说 要不是她把我骗到这儿来 我能一下子就这么烦恼吗 我本来小日子过得多好啊 你知不知道 我原来这几天 就打算开培训班招生的 这下好了 就因为你们 我的计划全乱了 奶都来了 还说这些做什么 你别告诉我 一直不想知道棉花糖的亲妈是谁 我也没想到 她是一个已婚妇女啊 程翘这在心里付肥 所以这个也要怪到我头上了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 这件事情你就别想了 我会解决好的 你现在呢 就好好吃饭 吃完饭 我带你出去玩 是不是 翘翘爷一早就知道了 棉花糖的亲生妈妈 是林月牙 周浩查到林月牙的资料时 正好在英国 你也知道 以她的性格 想要知道周浩 也是瞒不住她的 兄妹两个 我的眼界 都可以去竞争奥斯卡大奖了 你这样来英国 把丽媛放在哪了 她还住在锦绣蓝湾里 有汪姨陪着她 你不用担心她 她爸爸 被爷爷送到境外了 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再回京都了 你恨她吗 不恨 我恨的是我自己 如果我可以早一点看透她 或许我们的孩子小星星就能活下来了 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别老想了 看不透她不是你的错 说实话 要是她那张脸是因为我被毁的 我也不可能再去残忍地怀疑她是吗 你对丽媛这么好 是不是也有想补偿她母亲的原因 是 唐苏她 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女人 她嫁进程家 是我欠了她 其实我后来怎么弥补唐家 我也觉得对不起她 每次看到程丽媛 我总会想起她 那天在宿舍里的那个男人 是唐苏之前的那个男朋友吗 她叫丁洪光 直到现在还深爱着唐苏 不过是一直被承携开骗了 以为真正害死唐苏的人是我 其实说起来 唐苏也算是我间接害死的吧 毕竟当初要不是我一直逼着唐家出手 他也不会被自己的父亲逼着嫁过来 也不能全怪你 当时的那个情况 就算是你不出手 以程兮凯那么变态 也会想办法让唐苏嫁过来 这是命 或许吧 你爷爷会不会因为程兮凯的事情 对丽媛有什么看法 不会的 丽媛是我一手带大的 那孩子什么秉性我最了解 爷爷也并不是那种完全不分是非的人 那就好 我来英国的时候跟他说了 我说我会把陶老师带回去给他做妈妈 他听了之后非常开心 我不会再回京都了 那我就把丽媛接到英国来 你疯了 没有 京都发生了太多让你不开心的事了 你不想回去也很正常 我不逼你是吗 当然 也不建议搬到英国来跟你一起生活 程兮致 这种玩笑开不得 城市是你爷爷一辈子的心血 你怎么可以搬到英国来 为什么不可以 城市离开 我可以照样好好的 可是我要是不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做不到了 你抛下一切来英国 如果真是那样 那你也太自私了 我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 爱就是自私的 不理就不理吧 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就行了 我们来日方长 我有的是时间和方法 让你愿意理我 陶乐乐的小脑袋彻底死机了 因为他真的不敢想象 如果这个人真的搬来英国 那偌大的城市怎么办呢 城市上上下下 十几万的员工 又该何去何从呢 他真的不明白 这程兮致都三十四岁的老男人了 还玩什么爱情套路 玩什么浪漫呢 怎么能有如此任性的想法呢 两个人说话的间隙 他们已经到达小镇的中心了 就如之前想的那样 虽然此地谈不上什么人山人海吧 但是脚脚落落都挤满了游客 车子才刚刚一停稳 邹浩就不知道打哪儿过来了 承袭之下车将钥匙交到他的手里 陶乐乐自然也看出了他这般谨慎的用意 他眼角抽抽的瞪了他一眼 这果然是奸商啊 不过刚刚在车里 他也是真的滋生了那样逃走的想法 陶小姐 陶乐乐不是傻子 也看出来他对自己浅浅淡淡的疏离 他非常客气地冲他点了一下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等到和承袭之稍微走远一点 他才对承袭之撇撇嘴说 我看邹浩还在生我的气 你老实说 他是不是在你面前说了我很多坏话 他不敢 怎么可能 我看他对你忠心得很 所以我才说他不敢呀 你以后可是他的老板娘 他胆子再怎么肥 也不敢在老板面前说老板娘的坏话的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什么话 是 阵边风 阵边风 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风 承袭之念太不要脸了 怎么 生气了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事实上 你也确实当过他的老板娘啊 讨乐乐一下子有些脸红了 怎么一下子弄得自己有种 好像是在无理取闹的感觉呢 他越想还觉得自己吃亏了 有一种一步步地掉进他陷阱里的感觉 他瞪了他一眼 想甩开男人的手 可是男人却是更加用力地握紧了他 两个人就这么随着人流慢慢地闲逛着 承袭之太显眼了 没一会儿功夫 就有一些穿着时髦性感的金发碧眼的美女 时不时地就向他投来饶有兴趣的目光 甚至还有极其大胆的人 当着陶乐乐的面 就直接递飞吻给他 风情荡漾的只差 没上来直接勾肩搭背的聊一通了 陶乐乐非常无语地跟在他的身侧走着 看着男人走起路来 挺着脊背 风度翩翩的样子 还有他那硬朗深刻的五官 暗自在心里头骂了一句 扫包的老男人 走到国外也能招风引蝶的